歌詞 將音樂 換聲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詞中密 詞中有密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的動 歡迎大家收聽第110集的詞中密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阿寶 這幾天重溫梁子山 在毛記電視的一個講座 十多分鐘 說修成期的人在亂世裡如何自處 說得很有見地 宅地有聲 邏輯也相當清晰 不愧是一個才女 如果大家想重溫一下 推薦大家去Youtube找一找 當然 不同政見的人 就會對她癡之以鼻 我見過很多很難聽對她的評語 而她說話有時的確是比較掘一些 但作為一個百足那麼多的才女 本事她的確是有 她身兼作家電影編劇 廣播劇編劇 填詞人 人物專訪記者 小說作者 專欄作家 電視和電台節目的主持人 一大堆名銜 當年嫁給她的前夫的時候 還因為這樣愛上了足球 曾經身兼南華會的市場 也曾經做過天水為飛馬的董事 在那段時間的南華曾經八年之內獲得五次聯賽的冠軍 聯賽杯和足總杯各兩次冠軍 阿聯杯的四強 還成功引入一些海日曼等等著名的球員 帶給一個屬於南華史上很風光的八年 甚至梁子山曾經領取過中國百名結出女企業家長 那時是2009年 2015年的時候 梁子山成為了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唯一的一位女董事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的事務及傳訊委員會主席 同時擔任飛馬隊的主席 由2009年開始出任保良局主席 推動香港本地青少年足球發展 對足球非常熱心 近年她進軍了飲食業 由當初做model 變成才女 再跳進電視球場 再到現在走進廚房 她的履歷表非常豐富 眼花撩亂 她的人生都可以堪稱非常精彩 而到今年她才是52歲 還保養得非常好 作為一個經歷這麼豐富的填詞人 其實都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所以今天就想再跟大家說一下梁子山 以前曾經說過她和許智安的合作 梁子山其實寫過440首歌詞 其中有很多都是和華星的歌手合作 除了許智安之外 有一位她的好朋友都是和她合作不少 這位就是蘇永康 梁子山和蘇永康的合作 基本上可以說是蘇永康的事業上最巔峰的幾年 大概由無仙電視劇一號王庭的演出開始 到1998年月敏月傷心那段時期 本身蘇永康就是在1985年的時候 參加了無仙和華星合辦的第四屆新秀歌唱大賽 成為了亞軍當年的冠軍就是杜德偉 簽了華星之後 幾年來都沒有機會安排推出任何個人的專輯 只是拍少許電視劇 即是行企企 或者在一些節目裡面亮相 89年的時候就決定轉去時代唱片 推出了第一隻的碟是失眠 失眠這支歌呢 得到不少行內人士的好評 雖然未至於有突出的成績 但已經得到音樂界的人士督錄了 當年我聽到《失眠》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音響 還是錄音的問題 我只把音響 ly響 競爭當然是非常大 1993年,他轉到新藝寶唱片 推出第三隻碟《生命色彩》 事業上的轉折也是在那一年參與《無線》那套《一號皇庭》的演出 主唱劇中的插曲《葛愛》 由於那套電視劇大受歡迎 到很多年後,蘇永康都非常感激那套劇監製鄧特希 這套劇大受歡迎,增加了蘇永康的知名度 加上那隻碟中,得到監製王上偉的主理下 嘗試更多著視元素和流行度高的作品,開始得到更多的注意 而王上偉這個名字和蘇永康梁子山的合作是分不開的 因為今天所有關於梁子山和蘇永康的合作都是由王上偉包辦 不單是監製,亦是作曲 所以這三個人基本上是一個鐵三角 剛才提過的《一號皇庭》的插曲《葛愛》 正正就是他們三個人的合作 作曲、監製、王上偉、作詞、梁子山、主唱蘇永康 我對你說我心極平靜 而你卻說我今天在不起境 然後我說我關心你 但怕險了你的情 是我擔心始終分散 愛沒法保證 原來只這一刻我心極無奈 如讓我去愛 我必須獻出一切愛 能夠你在這一刻相愛 沒法照顧你將來 在某一天分開 愛知你明化相愛 不敢去愛 曾愛得真心不必灯淚 讓我可輕輕地離去 從前情依 自願慈懼 仍留在我心裡 而你的心中不必等待 願你可瀟灑地離開 这一串望留心里更可爱 愿你真的开心我今集门爱 期望你会一天找到你的真爱 如若你偶尔想起我 为我祝福我将来 为了当天相放到有二致的爱 忍心割爱 尋爱得真心不必汤泪 让我可轻轻地离去 从前情依自怜自居 仍留在我心里 而你的心中不必等待 愿你可潇洒地离开 这一串爱 留心里更可爱 尋爱得真心不必汤泪 若我可轻轻地离去 从前情依自怜自居 仍留在我心里 而你的心中不必等待 愿你可潇洒地离开 这一串爱 这一串爱 留心里更可爱 愿你可潇洒地离开 你可潇洒地离开 始终物 始终有物 回到第二节继续讲梁子山和苏永康的合作 自从一号皇庭之后 不单止苏永康的知名度被打开了 他亦开始摸索自己的路 当然亦都与监制皇上位很有关系 之后那年1994年 苏永康巴巴声地上升 尤其与彭嘉丽的合唱歌 从不起欢孤单一个 在当时卡拉OK最盛行的年代 因为真是爆到不清不错 我自己即使当年已经身在美国 都唱过无数多次 跟我合唱过的异性朋友 都已经多到记不完 差不多去到逢K必点的时候 同期的几首歌 《没有贵子的火花》 《让我暖一嬉》 和《灯火难山处》 都好受到乐迷的欢迎 而《灯火难山处》 是我最喜欢的苏永康歌之一 正正就是梁子山填词皇上位作曲 而这种带有流行元素 又有苏永康自己风格的歌 也慢慢令苏永康 能够找到自己的音乐路线 《灯火难山处》这首歌梁子山 很有意思地找了宋代慈人生气贼 所写的一句 众女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难山处 这句借题发挥 新气疾首词叫《青玉案》 《原植》 表明了感情路上的曲折 和峰回路转 是爱情的一种存在方式 但第二重的意思 已经是作者 表示自己和这首词中的主角 一样是沽方自上 不肯和当时黑暗的世道同流合污 宁愿一个人寂寞地 既是灯火难山之处 也不肯和知乡不同的当权者臭热闹 我现在也可以看到 在梁子山身上有那种文人的风骨 有一个闹气 不过我相信 当时年轻的他 应该没想太多 主要是说 众类尋他千百度 那种兜兜转转 很多曲折 都没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谁知发现 最适合自己的 就近在止尺 借用了《新气疾》这首 很有名的古词 深入浅出表达这种意境 梁子山都算是相当之高明 与灯火难山传 使他浅笑不远 事无缘或罪终 遇上未能知 从内亦不知 就近在止尺 截罪了的爱 仗在颈刻颈舍 从内亦不知 像是普通相处 遍在这实那 才明白是赞意 是我心心不分 仿佛有着遗憾 在众里我找尘 为何没发现谁人 愿意向我走近 竟喜欢未听未问 爱也去不愿 住近于身边我未知 于灯火难山寄 使他千笑不远 事无缘或罪终 遇上未能知 从内亦不知 就近在止尺 截罪了的爱 尚在颈刻颈舍 从内亦不知 像是普通相处 遇见在这实那 才明白是真意 陈金赛 他也认为你 从内亦不知 從來亦不知 就更在止症 食醉了的愛 尚在驚黑驚靜 從來亦不知 尚是普通相處 偏在自殺那 才明白是真意 《燈火蘭山處》是一號皇庭第三輯的主題曲 當時的一號皇庭 也算是一個新的電視劇類別 將專業人士的一片生活 很人性化地介紹給電視觀眾知道 亦令到蘇永康這位又唱Jazz 又在這套電視劇裏面做主演 又唱主題曲插曲的這位藝人 和有品質 高上高檔的一種生活品質 聯繫起來 完全提升了蘇永康的形象 在1994年他彈起的時期 有另一位女歌手剛剛出道 而這位其實是台灣的女歌手 他的出道作竟然是一首廣東歌 和蘇永康合唱 我想真的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這位女歌手就是當年以很可愛的形象出道的范曉軒 後來他就變成一個Rock友 這些都是後話 原來他當年未出唱片之前 竟然唱過這首廣東歌 可能和這首歌的背景都有點關係 因為是一套電視劇小李飛刀的主題曲還是插曲 習慣了寫很浪漫很現代的歌詞的梁芷珊 我猜不到他竟然可以寫一首沒有合劇的主題曲 當然這首歌不算是很出色 尤其范曉軒也是非常之致亂的歌星 但整件事真的覺得挺有趣 值得給大家去聽一聽 首歌的歌名叫做清者自清 清美子都見怪我可自斷 為何是恩以難兵全 從來未願計算 從來未願虧欠 情事暫不斷你還暖 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 常言道清这自清 情愿伏下流线 为何有伏飘远 情是汗不透汗不穿 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 飘于世上各岸天命 你有着无后无约的心境 我这身却未能忘情 情未至冬剑挂落河自脱 为何是恩以难兵权 从来未愿计算 从来未愿亏欠 情是汗不脱离还乱 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 常言道清这自清 情愿伏下流线 为何有伏飘远 情是汗不透汗不穿 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 飘于世上各岸天命 你有着梦求无约的心境 我这身却未能忘情 我这身却未能忘情 慈忠物 慈忠物 慈忠有物 为你写的歌 教文者不心酸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 无数的多 欢迎大家回到第110集 慈忠物的第三节 继续和大家说香港四大才女之一 梁芷珊和苏永康的合作 为什么会说他们两个呢 除了他们两个之间都合作得非常之好 他们自己也是好朋友之外 我自己私心 也都很希望去介绍一下他们合作的这些歌 尤其是以下这一首 除了灯火难山处我很喜欢之外 另外以下这一首 都是属于一号皇庭的第四集的插曲 《假使又日能忘记》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歌里面的十大之一 可以说是我心目中的一首经典的歌 比较遗憾的就是 其实我是没看过一号皇庭的 所以没办法将剧情的画面代入这首歌里面 关于这首歌和我自己之间的故事 我已经在之前第一百集《慈忠物纪念》特辑里面 有说过一下 歌词虽然是非常之简单 但能够深深地触碰到我以前的一些伤口 令到听的时候感触良多 当然皇上伟的曲 和苏永康很出色的演绎 也为这首歌加了很多分 我自己也曾经很不知丑地 翻唱了这首歌 放在YouTube上 也在这个频道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听 我们不要去听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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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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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跟我建立最实在承诺 曾想我已碰到了不生所要 却不知露天竟开我玩笑 而我那里会想到不消一秒 我艰辛的建筑全无杀掉 才明白过去我太不懂估计总是归 才明白世界永远活绝对到世 昨天总是不济明天将更美丽 迷路停滞但恶梦会消逝 才明白过去我太不懂估计总是归 才明白世界永远活绝对到世 再掌握终一切 如今时我着迷 难了又痛失不再留下 随便的一个起点 未算新鲜 谁都会说事不尽于人愿 来到一生的终结那天回头几年 人生有想落精彩的桥段 曾信我已碰到了不生所要 却不像老天经开我玩笑 而我那里想到不消一秒 我艰辛的建筑全无杀掉 才明白过去我太不懂估计总是归 才明白世界永远活绝对到世 昨天总是不济明天将更美丽 人迷路停止但恶梦会消失 才明白过去我太不懂估计总是归 才明白世界永远活绝对到世 再掌握终一切 如今时我着迷 难料有痛失不再留下 从来活永久勇 有东西 由曲到池都很有中产的味道 而当时的梁子山 其实也是在做知名时装品牌的管理层 无论填词写书都算是业余的身份 以他的Quality 要写出那种中产的味道 其实都不难 但中产味道这件事 当然跟旋律和编曲更加有关系 说回梁子山 他说自己在中学时代 已经很喜欢文字的游戏 尤其当他发现 同学个个都有一技旁身 有些读书就很厉害 有些运动出色 他就决定在作文上多些功夫 他说他每天的读者文责都由头看到尾 但他又说 在90年代的乐坛 作词是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那时改篇歌比较多一些 所以一首歌之内 又可以加一两句英文 加一两句普通话 甚至日文都有 令他们作词的好做很多 他说好像当年他接到一首歌 原曲是日文歌 歌名叫做《世界中之唯一》 他看到原装的歌名之后 就已经很容易联想到 广东版的歌名 和整份歌词的大桥 之后写歌词容易得多 这首歌 今时今日仍然是奉为经典的 《唯独你是不可取题》 他说到自己又不看电视 又不听电台 但香港的歌 当年来来去去都是谈情算爱 充满着九七前的风花雪月 究竟他的经历是哪里来的呢 梁子山就说他当然没有那么多经验 所以很多时他会联想一些 不拉奸的画面去写歌词 譬如好像陈少春有首《取消之格》 他作词的时候想像的 其实是一幅幅赛跑的画面 腦里面浮现的是运动员在努力奔跑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被取消之格那种无奈 而当年填词其实有个要求就是要有画面 歌手录歌的时候可以容易投入一些 就算拍摄MV的导演 都容易找到比较配合的画面 在这篇体育杂志的访问里面 他也答说 其实现在看球的感受是比较直接一点 其实反而以前填词很少会很着弱 因为填词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 填完之后其实又不知何时出 又不知会不会放弃 所以有时无意之间 在电台听到自己填词的歌 还会有些陌生的感觉 黄占占叔曾经说过 填词人填完一首歌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而那首歌之后又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命 访问里面也提到他的一位好朋友 蘇永康 有时他也会为歌手订造歌曲 梁子山和他合作了不少作品 其中有一首就是我以下想播的一首 《不想独自快乐》 可以说是想着蘇永康来作的 因为他说 康仔的性格是太关心身边的人 反而时时将自己真正的感受收藏 这首歌的歌词是量身订造 又可以说是对他的一些关心和提醒 最后我亦都将这首《不想独自快乐》带给大家 亦都是由皇上伟作曲 亦都是《妙手人心》这部剧的插曲之一 《不想独自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佳永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佳永庆 黄昏使我兴奋 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 我只孤单一个过温 望向天边多了夫 我放任自负 但你会某关不起欢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盼望能伴着你 还分享我感觉 谁不懂得世故守身 夜静后不再相伤 我一个人难得轻松的气氛 烦闹的都是太空泛 活在迷失空期间 抹共谁分担 独过习惯孤单 阳光黄昏使我兴奋 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 我只孤单一个过温 望向天边多了夫 我放任自负 那你会某温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盼望能伴着你 还分享我感觉 我只孤单一个过温 我只孤单一个过温 但我不想一个快乐 是我过去不自觉 盼望能伴着你 还分享我感觉 希望能不能够 独过 尽れない过温